針對一審的判決 我絕對會提出上訴 我也要在此禁告 想要利用政治惡意操作 來攻擊市府運作的人 你們不會得逞 新竹市長高宏安 因為貪污未造文書 一審被判七年四個月 尺度公權四年 宣判結果出爐 不只強調要上訴 更拋出震撼彈 退出民眾黨 那這兩個之間呢 是依照想像禁合犯的關係 我們重重 依照職務機會 榨取財務罪來處斷 那我們的處刑的部分呢 高宏安的部分 是判處有期徒刑 七年四月 持國公權四年 那未扣案的犯罪 所得新臺幣十一萬六千 五百一四元沒收 何議庭認為高宏安 為了增加辦公室零用金 網國立院編列補助費用的目的 非法利用職務 詐財 敗壞關徵 因此一審判處七年四個月 而這樣的結果 看在法界人員眼中 具有三大正向意義 近十年所有的名義代表 均判貪污有罪 五名是案被告 分為認罪和不認罪兩派 高宏安和時任公關主任 王玉文從頭到尾都否認犯刑 個別判處七年四個月 以及兩年徒刑 緩刑五年 齒多公權兩年 前行政主任 小兔黃慧文 辦公室主任 陳煥宇 以及法務主任 陳玉凱 三人都坦誠犯案 分別遭判刑兩年一年 以及無罪 全案還可上訴 高環在臉書po出簽字長文 法院一審以我貪污十一餘萬 全判我七年以上重罪 我和很多人一樣 對於這樣的判決 感到無比荒謬與震驚 希望高等法院 能為臺灣司法正義 做出正確判決 而非淪為民團調查 近七成人民口中難以信服 不公正判決的司法 三日新聞 正常楊欣宜 臺北市場報導